从10月26号开始,我省开展了冬季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百日安全行动。 11月份,全省共查处9家违法行为4377件,查处重点设牌设证违法行为10283件,行政拘留4379人。 同时,相关部门还在易积雪结冰等危险路段,增设提示牌,增加警示灯,储存储雪荣兵物资,最大限度的降低事故的发生。